11号是日本311大地震级海啸12周年纪念日 12年前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强震引发海啸 并导致该国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 自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全球最严重的核泄漏 日前随着纪念日的到来 日本各界民众在东京等地持续集会 抗议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做出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据路透社报道 日本首相安天文雄11号出席了在福岛举行的纪念活动 并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南约30公里的九支滨 当天也有许多人自发前来献花缅怀 就在同一天在位于东京的东电公司总部 和日本首相关底附近等地 日本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要求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取消和污染水排海计划 而在前一天也有日本民众 在经济产业省门口 举行同样的抗议活动 多位新西兰专家日前表示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是对太平洋国家主权和自绝权的直接漠视 即便是处理过的核污染水成分仍令人担忧 俄罗斯微生物学家尼库林日前也表示 日本强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排放核污染水不是日本的内政 整个太平洋都将因日本的举动处于危险之中 斐济代总理卡米·卡米加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斐济因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日本政府2021年4月决定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内上百万吨核污染水 经处理并吸食后 于2023年春排放入海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推出后 一直遭到渔业团体等日本国内民间团体的反对 不顾国内和国际社会反对 日本政府今年1月13号称 今年春夏之际开始向海洋排放经处理过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济沙از水排放入海木兰营之旅